第一次开始 Referee charge is 郭亦 有请场上裁判 郭亦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里是由江苏卫视和坤上常委 联合打造的大型综合格斗节目 《坤仁爵》南京战斗比赛现场 下面进行的是70公斤自由波及的比赛 是由红帮选手中国的交付开 对荷兰选手安迪·舒瓦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 我是现场解说 重收陈佩 我是蔡志贤 那我们看到的这个Andy Sauer 他也是荷兰人 他是称霸全坛至少十年的一位老将 大家去网上搜的话 都可以看到他的一些视频 Andy Sauer非常特别的地方 他是穿紧身长裤来比赛 过去在K1 曾经被很多选手抗议过 就是觉得他的紧身裤里面 是不是藏有什么秘密 为什么他一定要穿长裤不行 后来是抗议无效 然后他也有改穿过短裤 最近他还要把他穿上去了 但这是比较容易引起生意的 是的 然后后来我最近在欧洲这边也有看过一些比赛 他们也是规定 他是规定选手就是两方都要穿长裤的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那焦富开呢 在目前我们也可以开始称他为世界名将了 因为他也开始出国到K1去打这种大型的比赛 对 而且在去年的这个珠神之战中他进了前四 对 那这个在比赛的时候 这个因为对大腿内侧的踢极 如果你发力不当 角度不对的话 很容易往上一踢就踢到裆部了 虽然是有护当 可是因为冲击力太大了 还是会造成一些疼痛 焦富开我觉得是中国选手里头西法相处比较好的 是 因为受过非常多的一个大型的比赛的洗礼 在珠神之战他也打到总决赛 好的 郑登裴 是的 那与于上这个安迪萨尔 安迪萨尔虽然第一次在我们珠神之战 就被这个慕斯塔法 就是用这个以快打快把它解决掉了 不过最近呢 安迪萨尔状况非常的好 他去年三次都拿下这个TKO 跟他这个打的选手都没打完都被他打掉了 这次焦富开要面对这个挑战 是 所以就是焦富开有几种策略可以选择 一种是像慕斯塔法一样啊 就是防守反击啊打得比安迪萨尔又快又重 另外一种呢 你的拳啊又快又重 跟这个亚桑克莱一样 因为安迪萨尔跟亚桑克莱打他会怕 因为他拳太重太快了 焦富开我觉得他选择的是主动进攻的方式 对 他目前选择的是有顶着打 对 顶着打 可是顶着打就是会遇到一个情况 像上次李昆彦对上这个克劳斯 对 顶着打你的前脚就被他废掉了 对 那这是要注意一下啊 当然这可能也是拳手的这种气势 他不希望在气势上输给他的话 对 就是我不退 你打我没关系 我在原地让你打 对中国选手来说 面对安迪萨尔他应该还是要就是要有勇气 对 如果怯战了其实肯定会输掉比赛 那江国加胞克莱又对安迪萨尔的一个大腿内侧进行攻击 那让他差点失去的一个平衡 später 想和显恐 比他高可以控制一下距离 對 適當的一個控制距離 然後這個吸擊還沒出來 然後這個安妮沙爾在鈴聲響的時候用了一下吸撞 第一局我覺得交付開打得其實不錯 對 好 第二局比賽開始了 好 現在反而你看了 交付開是佔據的這個擂台的中央 那是變成 安妮沙爾在打遊擊戰 好 那個陰機非常好 安妮沙爾趕快舉手說 沒有 是滑倒 不是被擊倒 又中了 安妮沙爾好可憐 觀眾都笑了 都沒有同情心 這個應該不是有意的 這個不是擊倒 這是很痛 這個痛到都不知道怎麼辦了 好 等他痛稍微恢復一點點之後會叫他起來跳一跳 跟這個踢足球被踢到一樣 一般情況下職業選手是沒有太大問題的 他們稍微恢復幾十秒鐘應該可以恢復比賽 因為交付開一直要踢到大腿內側 所以不小心再往上一點點就會踢到這個當步了 被警告了 兩次了 你踢人家兩次了 好 比賽繼續開始 但這種比賽開始以後 有時候一方拳手性會有內疚 對 不過這個不應該內疚了 該怎麼打還要怎麼打 對 好 這個交付開 剛才連續三拳再加一個掃踢 那目前為止 安妮沙爾還沒開始做防守反擊 對 他的這個荷蘭的X進攻還沒有完全打出來 對 S型的進攻就是 他是斜線型的 左上右下 左下右上 是 那尤其剛剛安妮沙爾有做一個腹擊 尤其腹擊他是打肝臟 現在實際上交付開在站的某種優勢 他才更主動一些 是的 那目前交付開的拳法都還是在對頭部做攻擊 這是交付開的吸法開始 對 安妮沙爾已經開始攻擊這個交付開的一個肋骨這邊了 人體的右邊的肋骨 第九節跟第十節那邊是肝臟的所在 選手打那邊就對了 一個是打那邊肋骨 一個是打這個橫隔膜 目前你看這個安妮沙爾一直在攻擊那個部位 其實中國運動員如果經過一段時間磨練 是可以挑戰頂級選手的 是 怎麼又又來了 安妮沙爾又氣死了我看 這次我覺得是吸好像 對 是吸 這次是吸 哎呀真的要去投保一下了 真的是 交付開啊不要這樣嘛 好上 好 安妮沙爾把這個委屈變成了力量 對 那我們再介紹一下安妮沙爾他的一個訓練啊 他們會特別做瑜伽 瑜伽的拜日式 所以不是說格鬥啊就一定要是硬邦邦的東西 瑜伽保持這個身體的帶線 對這個抽出來踢到頭部了 是的 踢得非常的重 是出自於他閃打訓練的一個腿法 交付開第二局打得也很好 除了有兩次無機 哇 交付開啊真的越來越強了 目前交付開場邊的助手是這個 無同心 是最遠 這時候搏擊俱樂部的老闆 好 關鍵的第三局比賽開始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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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妮沙爾真的氣到翻掉了 前兩局應該是交付開不落下分 第三局很關鍵 對 剛剛又被踢到一個當啊 這個 然後這個臉上啊 安妮沙爾也開花了 安妮沙爾現在再加上進攻 雙方在拼拳 對這個交付開真的太厲害了 安妮沙爾現在狀況近年正好 三連勝的狀況竟然打不贏交付開 但交付開不退縮 對 交付開真的時候可以叫他是國際的名將了 世界名將 這個安妮沙爾已經臉上開花了 是開花了 對 而且完全屈居於下風 對 交付開已經把他頂進去了 把他頂到身邊 好到內唯一就要做西法 不要頂在那邊都不會動 現場觀眾在給加油 是 非常自動自發 因為看到了交付開的表現太好了 打到現在交付開表現一直很好 對 你看 然後安妮沙爾想做一些腹擊 打肚子 但是因為 這個交不開瘦的訓練是荷蘭式的訓練 所以你用荷蘭式的打法打我 我不會怕 對 現在安妮沙爾想進內維 因為打中距離他並沒有站到優勢 對的 內維他一下做腹擊一下做上勾拳 再接一個西撞 或是一個低掃 我們剛才說的低掃 就是用大腿的進骨 掃對方的一個前腳大腿的一個外側 對方的一個低掃 還有一分半鐘 看看交付開的體能 哎呀 這也是荷蘭式的做法 拳打完之後要撤隊的時候 再一個腳掃倒 看來沒有太大影響 對但是要影響你的一個平衡性 然後影響你對於他節奏的判斷 最後一局拼得很激烈很精彩 可是安妮沙爾好像體力有點不夠喔 雙方最後一分鐘實際上對體能是一個最大的考驗 安妮沙爾也想做一個壓頭做一個西撞 但是這個交付開很靈活立刻跑掉 現在又是一個壓住交付開的頭要做西擊 交付開要打好最後一段 對要小心一點頭部的防守 剛才被打了好幾下 對 要打出去 對在換拳的時候頭部防守做好 要打出去 腹肌又過來了 嗯 好重點再換拳 哎呀又被打了一下 對 然後呢 這個你看到安妮沙爾就把這個交付開頭壓下來 要用西撞撞他的頭 差一點點 對 很危險 第三局安妮沙爾打得不錯 是 同樣在最後一段時間 交付開要頂住 頂住 好最後十秒鐘 是 打出一個十秒鐘合 頂住要吐氣 吐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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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馬上要進行的是第四局比賽 是 那希望這個體力啊 那個交付開剛拼得很兇啊 到最後一下已經有點沒勁了 從體能上看第四局這個交付開不樂觀 對 那要看啊你怎麼去節省體力 欸欸欸欸欸有什麼狀況 呃 是不是有點傷 欸欸不會吧 不會吧 不會吧 這個 哎呀這麼可惜 交不開拚得這麼漂亮 好 好 好 安妮沙爾也很關心啊 到底怎麼回事呢 呃 交不開實際上只是輸掉了最多的二十秒 不知道是哪裡受傷了 或哪裡不太舒服 他趴下來我們是看不清楚他是哪邊的問題 欸 氣拳 哦 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原來是勝券在握的交付開 進籃就這樣 如果 沒有加賽一局可能就直接會判定判定勝了 那太可惜了 但是判定勝也不容易最後二十秒 判定輸了還是贏下了 是的 氣拳了 那麼勝利這就是 賢一下 太可惜了 嗯 恭喜 恭喜 謝謝 恭喜 恭喜 感谢观看